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对于长达七八个小时的路途来说 只能坐着的高铁还是不如能躺着的火车舒服 那么高铁还能不能再快一点 9月24日下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铁路局副局长于春孝在会上表示 在铁路交通装备方面 我国将合理统筹 安排时速600公里及高速磁悬浮系统等技术储备研发 而高速磁浮列车对高铁不应是一种替代 而是一种互补 目前高铁最高运营速度为350千米每小时 飞机巡航速度为800至900千米每小时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 正好能够填补高铁和航空运输之间的空白 甚至在一定的运输环境因素与条件背景下 高速磁浮的运输效率还会大超越高铁与航空运输 届时从北京到上海加上旅途准备时间 高速磁浮仅需3.5小时左右 此外今年5月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还在青岛下线 这种列车将在全封闭的低真空管道内运行 实现了静态悬浮 据悉该项目于2016年7月启动 由中国中车组织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具体实施 聚集国内高铁磁浮领域优势资源 而在这些关键技术的支持下 我国在交通建设上面 真正的有望从交通大国向交通强国迈进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